第四十五課 今天我們接著第四十五課的第三小節往下講 我們還是講天主事件的第八戒 不可以做假見證 不可以做假見證 今天我們先講第一個叫做尊重真理 要尊重真理 尊重真理 我們首先要講說傳播真理是有條件的 傳播真理是有條件的 這裡特別強調的是說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要讓自己的生活 與我們所信的福音要相吻合 我們的福音講的是兄弟的友愛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要體現出這一份愛主愛人 對人的這一份友愛 所以我們講到傳播真知性的一個原則 我們要對自己講的話要有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呢? 一個是愛德一個是真理 一個是愛德一個是真理 第一個說我講的是不是真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講的是不是有愛德 是不是出於愛德 這個地方我們特別講的是為了別人的好處和安全 我們要尊重別人的私生活和公義 有一些東西它不適合公開地說 不易公開地 我們應當知道說什麼時候要保持沉默 我們的話要謹慎 要有謹慎的言辭 避免成為壞的榜樣 因為有的時候這個話 我們認為有句話叫做說出去的話 像潑出去的水 一旦出了你的口說出去以後 你沒有辦法再收回來 所以要非常非常地謹慎 接下來我們講到和好聖事 我們前面講過了告解聖事 和好聖事也是告解聖事 在這個告解當中 彼此之間我們和神父之間所講的這些話 這些秘密是神聖的 這個在任何的藉口之下 任何的情況之下都不可以泄露 這個是講給神職人員聽 特別是聽告解的神職人員 一定不可以把聽到的別人 所告明的自己的罪 講給別人聽 這裡講到的是任何藉口 沒有任何情況是例外 接下來還有一個 我們講到保守秘密 首先一個我們講到要遵守職業秘密 每一個職業 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要求 特別是假如說你是從政的 比如說一個政府的領導人 是一個政要 或者是你是一個軍人 醫生、律師等等 那你都有一個保守秘密的情況 別人把他們的個人的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信息委託給你 除非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之下 你要保守秘密 除非當你保守秘密的話 將造成重大的傷害 而且只有在公開真相才能夠避免的情況之下 你才不受這個約束 可以把這個說出來 為別人有害的私人資訊 為別人有害的私人這些訊息 雖然不是在守秘密的保證下所委託的 如果沒有政大的理由 沒有重大的理由 你也不能夠隨意地去加以公開 所以我們特別前面講到愛德 就算別人跟你講了什麼 雖然沒有說我們要簽一個 什麼樣的保守秘密的協議等等 但是我們出於愛德 我們要知道有些話 不能夠去隨意地更快 所以這個是 講到一個人的職業的道德 一個人的職業道德 也講到我們一個基督徒兄弟姐妹之間 彼此所應當有的那一份 基本的對人的尊重 接下來第二個話題 我們要講到社會傳媒 特別在今天我們的生活當中 社會生活裡面 社會傳媒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要合理地使用這些社會傳媒 一個講到是傳媒的事實 應當經常是真實的 我們所傳播的東西應當是真實的 在不違反正義和愛德的條件之下 我們所傳播的應當盡量是完整的信息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講到傳播的方式是正直的 傳播的方式是正直的 什麼意思?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知道 假如說在新聞傳播的時候 報紙有廣告版有新聞版 廣告和新聞這兩者報道 我們知道是不一樣的 新聞報道盡量要報道事實 而廣告是為了讓你們買東西等等 做不同的用途 但是今天我們在看到有的時候 有一些報紙特別的有一些版面 實際上他們是 像廣告一樣是賣給了某一些其他的 廠家也好或者是有關的利益方也好 讓他們砍登文章在那裡 這種行為實際上是不正直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讀的人並不知道 並沒有把那個當作廣告去讀 你以為是新聞報的一篇文章 所以這些作為一個社會傳媒的媒介 這些半報紙的人 或者是媒體的人 我們要小心 我們知道是說我們所做的 不要去做假見證 如果我們所傳播的方式不正直 有些時候我們會誤導我們的這些 聽眾或者是讀者的話 我們違反這一條天主見命 還有一個我們講到說 不可以違反道德的規範 人的權利以及尊嚴 要尊重人的尊嚴 採訪消息的時候 傳播消息的時候 都是這樣 這裡也講到我們記者採訪所採取的手段 我們講到說要尊重人 尊重人的尊嚴 不要採用一些手段 實在是讓人覺得非常不合適的一些手段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 所以這裡告訴大家 假如你是做記者的 或者你是做傳媒的 要特別地小心 我們要尊重人的尊嚴 下面一個 真實及正確的傳播 我們知道這個傳播是為甚麼目的呢? 是為了大家能夠自由地交流彼此的意見 這樣的傳播是有助於大家更加地認識真理 並且尊重他人 不是在為了誤導別人 所以這個要非常地注意 目的不是為了扭曲別人 讓別人怎麼樣跟著我傳播地走 而是要讓別人增進的 使大家能夠更多的自由地交流信息 交流真實的信息 下面還講一個大眾傳媒的使用者 我們如果是使用大眾傳媒 無論是現在的 大家用手機用的很多 報紙、電視等等所有這些 我們要有所節制 培養自己清明政治的良心 我們所使用這些媒體的時候 要注意 不要影響到自己的這些 使自己的良心受到損害 同時我們要知道要拒絕有些誘惑 接下來我們講到基於公益 講到政府的責任 政府有責任保護公眾的信息 信息的自由 絕不可以以虛偽的資訊 假借媒體操縱輿論 而且政府如果使用媒體的時候 要特別地注意 不應當侵害個人 以及族群的自由 政府使用媒體 不能夠侵害個人的自由 好 這裡我們講到關於不可以做假見證 在這個天主的賤命當中 所包含的這些內容 最後留給大家的一個聖經的話 是在《鎮言十七章》第四節 這句話這樣講 奸詐的人愛聽胡言亂語 說謊的人 親信是非長短 這個話跟我們中國有一個長語 也非常接近 這個長語講的是說 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你如果是願意聽別人胡言亂語的 經常講說我們心中可能有奸詐 所以這一句正言幫助我們反省 奸詐的人愛聽胡言亂語 說謊的人 親信是非長短 所以不要隨便親信 還有一句 正言篇十九章第一節 窮而行為正直 勝於富而存捨欺詐 如果一個人靠存捨欺詐而獲取財富 不是什麼好事 因為在天主前 一點都不是一件好事 你要在天主前接受天主的審判 相反如果一個人行為正直而貧窮 在天主前你就有福了 好今天我們的這一小節就講到這裡